五名男子騎著機車呼嘯而過 竟然是帶著西瓜刀 趕著去尋求砍人 被砍的就是這名卓信遠景 從背部延伸到左手臂的傷口 長20公分 傷勢嚴重 同行的七舊 左手也被砍傷 韌帶斷裂 還包著石膏在醫院修養 雙方之間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 讓凶嫌下如此重手 我身為一個警戶人員 還是被他們這樣子處理 也不要這麼死的 還要是砍到背 原來這名卓信遠景 當天休假和七舊 到卡拉OK店吃宵夜 卻疑似喊隔壁住的兇嫌 發生口角 離去時遭對方騎車追上 持西瓜刀砍傷 案發現場嫌犯的機車 和作案用的西瓜刀 還遺留在路邊 招砍的兩人傷勢嚴重 被送往花蓮慈濟醫院急救 我因為一個 因為唱歌的糾紛 唱歌的糾紛產生衝突 所以說這個不是隨機的案件 就是這把西瓜刀 上頭還留有被害人的血跡 雙方疑似只因為走過三巡 一言不合 休閒就持刀砍人 現在已經被警方 依照殺人未遂罪嫌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記者五彩熊王富民 花蓮報導 京若你問可賓 昔老師 幽閒消除 各位 有一村 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